皇上与贵妃澄清三年都没有洞房 不料却被太医诊断出了洗脉 恭喜皇上 皇妃娘娘有洗了 皇上闻言震惊在了当场 冒着律气再次询问太医 再说一次 后妃怎么了 回皇上话 是 是洗脉 太医忐忑地再次说出诊断结果 还没眼色地要去跟太后报喜 谁知下鸟 就被身后的皇上捅了得抵朝天 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何罪 随后皇上抱着怀疑的心态 找到了自己会医术的弟弟联系 让他再次给贵妃把脉 可结果还是一样 傅雅怀了身孕 这让皇上一时间无法接手 癫狂地大笑起来 心底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傅雅怀的是敌国孟七佑的孩子 你被怀了我的孩子 我开心 我开心你明白吗 连熙剑哥的自欺欺人 不禁怒吼到傅雅根本不值得他 如今还要扔下这顶绿帽子 他这个皇帝还真是失败 他不要我们关心 我会有我死的能力 让他爱上我 连熙文言很是失望 哥哥禁止爱美人不护江山 自己为了他的大爷 炼制了那么多害人的东西 甚至以身世读好几次都差点丧命 可哥哥却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 如此自暴自弃 可怜成心中的苦又有谁知道 他自始至终所求的 只不过是愿得一人心而已 看到旁边桌子上的那只桃花 连成连滚带爬 去给桃花旁的暖炉中加炭 虽然他的国家没有春天 但自己答应过要让傅雅看到桃花盛开 就一定会做到 不料下秒 醒来的傅雅却拔出常见对准的皇上 质问他是否指使了连熙 炼制骇人的东西 用到了楚国以及自己的父皇身上 是我做的 一切都是我做的 听到连成毫不犹豫地承认 傅雅怒火风心直接刺了过去 却被连成躲开 以为是对方不想承认 傅雅崩溃的就想反抗 谁知连成竟交代傅雅 在杀死自己后 一定要拿走身上的令塔 这样就能畅通无阻地离开皇宫 说完就毅然对准刀刃 见连成真的不准备躲 傅雅内心也在煎熬着 当即咬牙闭眼就刺了不去 千钧一发之际 侍女及时出现制止了主 杀害皇上可是死对了 傅雅崩溃地跑上前 对着连成又打又骂 他实在是不能接什么 害死自己母国和傅皇的凶手 就是一直以来对他最好 剑主子失控宛如市井的波斧 侍女急忙将他拉到一旁 催促皇上暂时离开 随后连成一脸麻木地离开了寝宫 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记忆 得到傅雅的心乱 这是皇后假惺惺的上前 称自己昨晚梦见傅雅而来生育 她的梦境一向准确 说不定过几天真的会传来喜讯 到时还希望皇上能嘉奖自己 不料皇后这番拍马屁的话 直接拍在了连成的筒上 对方连的表情动力 就直接离开了此地 而皇后也看出了不对劲 立刻让身边的侍女去调查 而离开的连成 独自坐在城外的河边吃着饰饼 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她明明记得傅雅跟自己说过 不开心的时候只要吃饰饼就会快乐 为何她还是这么痛 岸边的联系见哥哥不争气的样子 一时间心疼又无奈 与此同时 侍女急忙禀告皇后 她已调查清楚 太医为傅雅诊治有了洗脉后 就被皇上无缘无故地杀害了 这让皇后大喜 不禁怀疑傅雅怀的并非龙子 所以才会让皇上这般震怒 本来任何男人都受不了 何况 皇上她也是急无知尊 皇后听着侍女的话得意起来 傅雅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 随后皇后迫不及待地找到太后 想要带她去看一场好戏 不知道自己儿戏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太后只能答应下来 不料等几人来到囚禁孟奇佑的定北宫室 刚好看到傅雅两人抱在一起 这让太后极为愤怒 当初孟奇又战败被赴于北汉 皇上好心留她一条性命 却不想敬和嫔妃不清不楚 当即下令将两人处死 而盛极一时的红卵殿 也在遭遇着血气 傅雅亲眼看着轻信死在自己面前 但也只能接受命运 虽然她自身难保 但却不打算坐以待命 她将条理太后身体的药方写了下来 让侍女代为转交 决定赌一把太后的慈悲性 果然等太后收到了药方后 开始于心不仁前来 她都自身难保了 还念着爱家 一旁的侍女看出了太后的心怨 也跪下为傅雅求情 可傅雅犯的乃是后宫死罪 她即使身为太后 也不能不顾后宫的规矩 次日一早 傅雅欣然地准备接受刑罚 却被皇后堵住了去目 还故意刺激傅雅 称她虽然占据了皇上的心 但如今最大的赢家却是自己 谁知傅雅毫不在意 我得到的 是你一辈子也不会拥有的东西 傅雅说完毅然踏上了行刑的路 随着火把的点燃 场面一时间无法控制 站在高台上的皇后 看着这一幕 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谁知还没高兴几秒 就看到房上奋不不身地冲进火场 不顾侍卫的阻拦独自灭霧 可是火势太大 最终傅雅还是没能救出来 这让连城一时难以接受 彻底晕死过去 而在天牢中的孟奇佑 听说傅雅已经受到的刑罚 更是悲痛欲绝 随后毅然拿起跟前加了料的酒 孟奇佑说完便一隐而静 夏淼就倒在了地上 这才让监管刑罚的大臣满意的离开 而几个时尚后 本应该必死无疑的孟奇佑 竟在颠簸的马车中醒了过来 见眼前的人是公主莲斯 孟奇佑才知道是对方救了自主 但一想到傅雅已经不再认识 孟奇佑也不想狗 当即就要回到房宫自投罗罗 却被连丝及时阻止 让他好好想想自己的家务 这才让孟奇佑冷静下来 这边连成突然从床上惊醒 像是没了光的布偶一样 更凭太后如何呼喊都无济于事 便有两行眼泪滑落脸颊 随后连成独自来到傅雅的墓前 悲痛地哭泣起来 我是罪名 我是亲生 我是畜生 该死你应该是我 连成不停地对着坟墓认识 是他愧对傅雅 才会导致如今的军营 不料下脑 傅雅竟活生生地出现在了身后 以为他是来找自己复仇的 连成连滚带爬来到傅雅的身前 当他杀了自己 可是被傅雅拒绝了 在你心里 我连死都不怀 见连成沉醉在执念当中 傅雅当即说出了自己没死的事实 这让他愣在原地 不可置信地触碰着对方 感受到手心的温热 连成这才相信傅雅真的没死 目今好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就在傅雅行刑之前 太后借着送行的名 让傅雅和侍女见了最后一面 而忠心的侍女为了保护主子 哄骗着让傅雅喝下了假死的饮料 这才代替主子承受了刑罚 随后在太后的帮助下 成功实施了一套瞒天过海的寂寞 可得知一切的连成 却依然不能原谅自己 他对不起傅雅 不应该设计他的母国 也不应该拆散他和孟奇佑 连成文言心漏了半拍 他还是亲耳听到了这句话 见傅雅真的离自己而去 连成不禁询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傅雅文言犹豫了片刻 并未有只字片语的回答 深夜连丝带着孟奇佑 来到了城外的小院 看到傅雅平安无事 孟奇佑一时间热泪盈眶 人生最大的幸运 恐怕就是失而复得吧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这让一旁的连丝醋意大乏 发誓一定会走进孟奇佑的心 四日一早 皇后看到太后身边的侍女 竟拿着傅雅之前用过的东西 要送出皇宫 顿时心中一惊 察觉自己被太后的障眼法给添了 皇后当即找到 跟孟奇佑有仇的阿努 让她去查两人的踪迹 并在中途杀了对方 阿努文言不宜有她 当即离开去做准备 这便连成自从傅雅离开 像是变了的人 连形象都不要了 活生生像的路边的乞丐 原来帝王之家也有真情 此刻皇上的心已被傅雅带走 只剩一具空壳 不料夏淼她就眼前一亮 自己为傅雅种的桃花敬火了 活开了 连成兴奋地就要去找傅雅 却被联系拦住 我要告诉傅雅 活开了 我让她知道 我们北国也有真情 也有春天 随后连成就冲出了房间 发誓一定要让傅雅离开前 看到桃花盛开的样子 与此同时 皇后带着阿努在傅雅的 必经之路上埋伏 见马车驶过眼前 阿努当即放出了一支拢剑 成功让马车侧翻 察觉出有埋伏 孟奇又立刻带傅雅离开此地 草丛后的皇后健壮 当即是一侍女将箭矢对准傅雅 不料这时 策马而来的连成叫做傅雅 为了不错是唯一的机会 皇后一不做二不休就要杀死傅雅 千军一发之际 连成奔向傅雅替她打雾剑 你为什么要来 连成说完就支撑不住倒在地上 但还是撑着最后一鼓起 将怀中的逃发递给傅雅 只希望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情谊 见连成最终合上双眼 傅雅瞬间崩溃大哭 她从没见过这么傻人 一旁的皇后见皇上乱起 愤怒地跑过来斥责傅雅 称一切都是她的错误 说着还要上前撕打傅雅 不料却被孟奇又推在地上 这让皇后几乎崩溃 她拼尽全力才成为连成的妻子 可傅雅无费吹灰之力 就走进了连成的心中 如今静还为了救傅雅丧命 这才是她最不甘心的地方 全都是因为你 这才没有我 连成她也不会爱上你 因为你根本不懂爱 傅雅的话像是刀子一般 扎进了皇后的心里 她愤怒地将傅雅推开 随后紧紧抱着自己的丈夫 她才是那个最爱连成的人 看着自己的丈夫再也不会露出笑 皇后满是崩溃 连成 你是我的了 接受不了最爱的人离开 皇后毅然扑进了连成的怀中 箭矢穿过胸膛 她要和爱人永远地在一起 这让一旁的傅雅难以接受 为何她总是害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 傅雅不禁请求孟奇佑 让她找个地方好好安葬两人 可身后的追兵马上就要追来 孟奇佑也只好强行带着傅雅离开 等几人来到安全的地方 傅雅便亲手为连成立了一个衣冠种 并将桃花种在了一边 一旁的脸丝见状也泪如雨下 她也没想到这次的事情 竟会让她失去哥哥 不禁将所有的过错 都怪到傅雅的头上 你一辈子有这样一个男人来爱 你还要什么 连丝一句句地指责傅雅 称若是她任命留在北汉 那也不会让自己的哥哥惨死 可傅雅的心中何尝不痛 她身上肩负着复兴楚国的众人 这么多人都因自己而死 如今又带着连成的生气 她是如何都还不清的 只能背负着责任继续走下去 这让傅雅不禁想起了 跟连成相处的点滴 她早已被这个痴情的男人所感动 若是有来生 她定当回报这份情深 回忆的场景历历在乎 可如今早已回不去了 希望我们永远能再相复 你要是想有缘 还要懂得来世吗 你现在就可以下去陪她呀 孟奇又闻言立刻呵斥 连丝少说几句 这让她不能接受 自己堂堂北汉公主为了一个男人 背负着叛国的罪名 如今孟奇又近过和拆桥 这么对待自己 见两人毫不留情地离开 连丝瞬间气急带坏 好 那你连你自己的心生骨肉都不要了吗 孟奇又闻言大吃一惊 没想到连丝尽怀了自己的海 心中觉得愧对富亚 如此一来 她必须得带上连丝一同回到鎖国才行 经过几天的奔锅 几人终于回到了水 花公公和宫女简秋 也早早在宫门外等候 经过这么多的播种 几人终于重逢 抱在一起诉说着私命 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故事发生 关注八两下集更精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